看娱乐八卦 砍港圈风云 机密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成龙的一句 至理名言 成功让这位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背上了无数骂名 在怒骂国际影星都不约束自我 放冷行骇时 还有不少粉丝心疼林凤娇 叫嚣着 让这位古早偶像离婚 可事实是 就算粉丝嗓子都叫哑了 林凤娇也没动过离婚的心思 毕竟原谅丈夫可比夫妻离婚要好多了 对于林凤娇的选择有不少网友到 多年后会后悔的 可事实却数次打脸网友到 终归言谅成龙 才是林凤娇一生中做过的最好的选择 1965年林凤娇12岁 为了担起养家的责任 她从学校辍学了 辍学后 林凤娇走入了社会 本来她想靠体力赚掉钱 比如给人家洗一碗 给人拖地 但她太小了 根本没人敢雇佣她 无奈年少的她只能来歌舞厅卖唱 在歌舞厅卖唱七年后 凭真一张脸 她被导演王晶看中 邀请出演了功夫片《潮州怒汉》 借着这部功夫片《林凤娇一炮而红》 在1971年至1981年这十年内 林凤娇总共拍了70多部戏 特别是在1976年这一年 林凤娇更是拼命地拍了22部戏 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拼命三娘 1981年是林凤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这一年她的名气达到了巅峰 不仅与林凤娇并称为双林 还有香港的十万男人想娶她为妻 在名气达到巅峰的同时 入圈既单身的林凤娇 也在成龙的追求下蒙动了春心 刚和成龙相识时 林凤娇并没有多大的感觉 甚至在她主动开口问自己要电话号码时 还冷淡地拒绝了 可谁曾想 林凤娇还没傲气多久 就在之后的片场中 对成龙产生了不可言说的好感 在片场中 成龙很照顾林凤娇 除了帮林凤娇解决一些麻烦外 成龙还很懂得怎么哄小女生高兴 在片场时 一旦看到林凤娇就不高兴了 成龙就会突然让成家班的兄弟们站起来 声势浩荡地大喊一句踏扫好 而每次听到这如雷贯耳的称谓 娇羞的林凤娇都会扫得不行 哪还会记得什么烦心事 在成龙的猛烈追求下 林凤娇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按理说 把女神抱入怀中后 正常人都会好好对待女神 但成龙相反 他仅仅珍惜了女神几个月 就又卷入了和其他女神的暧昧中 当时成龙是有正牌女友的 他的正牌女友是邓丽君 从名气上来对比 显然林凤娇还是略输于邓丽君一筹 而从美貌上对比 林凤娇也不怎么有优势 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两者相比较成龙更喜欢邓丽君 不过成龙虽然更喜欢邓丽君 但他也清晰的意识到了 邓丽君不适合他 邓丽君太高贵 怕吵 每次成龙带着邓丽君和兄弟们聚会时 他都会露出险恶的表情 同时兄弟们也会得成龙抱怨到邓丽君不好 而林凤娇每次和成家班的兄弟们聚餐时 都会乖乖的坐在一旁 纠正两久之后 成龙还是甩掉了邓丽君 给了林凤娇一个正式女友的身份 1982年和成龙相恋一年后 林凤娇怀孕了 知道自己怀孕后的当晚 林凤娇给成龙打了个电话 电话中 林凤娇很冷静的问男友道 现在怎么办呢 是要生下来还是打掉 一时间成龙也纠结了 于是给干爹打电话 询问该怎么办 最终在干爹的建议下 成龙将林凤娇送去了美国养胎 去美国前夕 有和林凤娇相熟的朋友劝他道 你要不要再仔细想想 成龙很花心的 你给他生了孩子 你的事业又该怎么办呢 朋友的劝记很真诚 可彼时的林凤娇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很爱这个男人 所以就算朋友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慰 也没让他放弃掉去美国的想法 去了美国后 林凤娇本以为成龙是会时不时来看他的 可谁称想都要生孩子了 成龙还没来看自己 其实彼时远在内地的成龙早已忘了自己 在美国还有一对妻儿 要不是经纪人提醒林凤娇生孩子的那天 成龙都不会到来 无疑成龙是薄情的 他不相信任何一个嫁给他的女人 不是为了钱而来的 所以在他和林凤娇相处时 成龙一直是防着他的 这种防具体体现在 是给林凤娇很少的钱养孩子 而且每次给钱都是定期给 林凤娇永远拿不到多余的钱 不给人足够的钱也就算了 养孩子时 成龙也不用心 直到儿子房祖明上小学六年级时 成龙才远赴美国来见了他一面 之后 这对父子一直保持着每两年见一面的频率 如果说成龙对儿子已经很不上心 那么他对林凤娇简直是忽略了个彻底 他之所以愿意给林凤娇一个太太的身份 也是因为房祖明刚生下来 需要上户口 成龙才不甘不愿的娶了林凤娇 成龙冷落林凤娇冷落了16年 直到干爹去世 林凤娇和儿子房祖明才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成龙也才第一次承认他们的存在 但很快 干爹的葬礼办完 成龙又把妻子送回了美国 而他执意要送妻儿的原因 也是因为此刻 他正在和港姐吴启丽爱的热烈 但在和吴启丽暧昧了几个月 枪磨掉了部分激情后 他退回了应有的县 抛弃了吴启丽 要是一般姑娘被抛弃 可能只是心里骂个一两句 但是吴启丽可没有那么好打法 看到成龙真的不想负责后 他放大招了 1999年10月16日 吴启丽对港美爆料他怀孕了 孩子父亲是成龙 因为吴启丽的惊天大料 一时间成龙被钉上了耻辱柱上 至此 成龙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外界一片哗然 为了减少舆论的压力 成龙召开记者会道歉 说出了那句被人诟病至今的经典名言 我做错了 全世界好多男人都会做错的事 成龙虽然道了歉 但他和吴启丽的缘分也到此为止了 吴启丽因私自生女 被成龙疏远抛弃 而林凤娇却因完美处理此事 赢得了成龙的信任 当时私生女事件爆出来以后 成龙成了众矢之地 被骂得很惨 那时候成龙想的是 如果林凤娇也骂他 他就跟他离婚 成龙早就想好了 离婚后的话 林凤娇拿不走他一分钱 并且他还能光明正大 恢复单身 更加肆无忌惮地自由玩乐 岂不快活 令成龙没想到的是 林凤娇不仅没有骂他 而且还非常担心他 甚至打来电话安慰他 表示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站在他这边支持他 如果有需要配合的地方 会尽全力配合 林凤娇不计前嫌 不离不弃的态度 让成龙十分动容 也正是从这件事之后 成龙对林凤娇有所改观 放下了防备之心 可能是出于愧疚和感动 他开始弥补起了林凤娇母子 之后成龙决定好好培养儿子 带儿子房祖明出道 还慢慢将自己的资产 交给林凤娇打理 他把林凤娇从美国接了回来 开始共同生活 1999年来到了香港后 成龙便开始为房祖明各种铺路 17岁时开豪车住豪宅 一个月零花钱6位数 2001年 知道儿子喜欢音乐 成龙二话不说 花重金 请来李宗盛教音乐 2004年房祖明出演 千机变质花都大战的主角 配角是真子丹 吴彦祖 梁家辉等人 2005年 登上春晚演唱了歌曲 要强 并出演了耳朵声导演的影片 早熟 也许是十几年来 对林凤娇的亏欠 成龙是为了儿子 能做的都做了 能给的都给了 真正尽一切努力 在弥补房祖明 可纵使机会和人脉无限 房祖明的演艺事业 一直不温不火 靠爸爸这三个字 让他一直都生活在 父亲成就的阴影下 2014年 房祖明和柯震东 被警方抓获 并爆出 吸毒史已有七八年 这沉重的打击 也让成龙和林凤娇 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只是此刻 他们更多的 是忏悔自己的教育不当 以及对儿子的改过自新 半年后房祖明出狱 没有责骂 没有暴打 成龙还亲自为房祖明 剪了头发 寓意着从头开始 2017年 成龙还是厚着脸皮 动用资源 帮儿子自导自演了 北京爱情图鉴 希望能再一次 祝房祖明一臂之力 2021年 记者拍到 房祖明街头和三五好友 喝下午茶 十分惬意 改过自新后的好日子 还是有滋有味的 而另一边 小龙女吴卓林除了留着成龙的血脉 却再也跟成龙两个字 扯不上任何关系 二十几年 不闻不问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自始至终 对吴卓林而言 亲生父亲 也不过只是一个虚拟符号而已 同样的基因 房祖明一出生 就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凡事有老爸罩着 犯了错 也能得到真正的接纳 而吴卓林 挣扎一生 或许都逃不掉私生女的骂名 小龙女的名号 只是让她的生活陷入了更大的深渊 2012年 在电影《十二生肖》中 林凤娇以大嫂的身份 参演了这部电影 熬了22年后 终于林凤娇得到了成龙的认可 2018年七夕 成龙和周杰伦 共同合作歌曲 《谢谢你一辈子》发行 成龙大胆 在微博向林凤娇表白 2020年 林凤娇去成都探班成龙 两人玩手前行 亚马路 幸福的笑容 洋溢在两个人的脸上 2021年 成龙把旗下两家公司的控股 全部交给了林凤娇 市值高达20亿 针对成龙和林凤娇的婚姻 可能有人会说 林凤娇是不幸福的 但其实 林凤娇一直是幸福的 要知道 除了父亲离婚 林凤娇只能得到粉丝的支持 除此之外 别无益处 而原谅成龙 不仅能够得到成龙的愧疚和疼爱 拿到上亿身家 还能给儿子一个健全的家 不得不说 林凤娇是个聪明人 毕竟 后者对他来说更为有利 那么今天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赞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全员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